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念荣 最近很多朋友都问到关于胆结石的问题 所以在今天的影片当中会针对 如果有胆结石或者是胆囊疾病的朋友 到底要补充什么样的食物 在今天的影片当中总共会跟大家分享 有十种食物以及三道食谱 可以透过这些食物来改善胆结石 以及改善胆囊疾病 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这个频道主要是跟你分享 芹菜汁的饮食方法 以及改善生活饮食作息调整 透过这样子来改善我们的脉性疾病 那么如果你对于这样的主题有兴趣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你加入活动里出社团 好了,在分享这十种食物之前呢 首先就先跟大家来说一下 芹菜汁饮食方法的有六个原则 这六个原则就是无蛋无奶无肤脂 少油少肉少添加 所以咯,如果是芹菜汁饮食方法的这六个原则的话 那么请问我们在改善胆结石 想要把胆结石排出的时候 可不可以喝橄榄油呢? 当然是千万是不可以的哦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喝太多的油脂的话 其实只会造成我们肝脏有太多的负担 这样子是很难把胆结石排出出去的 好了,现在我们就赶快来分享一下 到底是哪十种食物可以来帮助我们改善胆结石以及胆囊疾病 这十种食物是芹菜、葡萄、生菜、生姜、野生蓝莓、橘子、柠檬、蔓越莓、五花果以及生蜂蜜 这十种食物当中有三种食物是需要特别跟大家做分享的 第一个是芹菜、第二个是蔓越莓 那么这两种食物对于溶解胆结石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加入饮食当中 再来第三个要特别分享的就是野生蓝莓 野生蓝莓是目前知道的抗氧化能力非常非常强的食物之一 所以非常建议把这三样食物都加入我们的饮食当中 分享完十种可以改善胆结石以及胆囊疾病的食物之后呢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三道食谱 这三道食谱分别是 第一个是蔓越莓汁 第二个是野生蓝莓橘子汁 再来第三个是蔓越莓蔬果沙拉 蔓越莓汁的做法很简单 所需要准备的是半杯的冷冻蔓越莓 还有一杯500cc的白开水 以及一大匙的剩蜂蜜 我们要把打好的蔓越莓汁过滤一下 这个时候记得要拿一个比较大的容器跟一个比较大的筛子 这样子会比较好过滤喔 好 好 好 雞皮 好像喝那個 橘子 蒸奶 蔓越莓苹果丁 所需要的是插有半杯的冷冻蔓越莓 还有四大匙的椰子蜜 一点点的橘子皮 还有一颗橘子 以及一颗苹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的分享 总共为您分享了十种食物以及三道的食谱 可以帮助您来改善您的胆结石以及您的胆囊疾病 好了 那么如果您对于今天跟您分享的食材有任何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或者是您对于芹菜制的饮食方法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 好了 那么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帮我按赞跟分享 好了 那么就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